Hello,大家好,我是姜邓紫棋 首先在这里想要感谢大家在今年的情人节呢 一起去捐款给MandingKids曼丁儿童 那这一次捐款的这个活动里面呢 除了受到大家的捐款之外呢 还收到很多大家写过来的一些爱的讯息 然后在今天呢,我就想要分享其中一些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留言分享给大家 有一位同学叫做Benson 他说,其实我的故事很简短 喜欢的人和我不在同一个城市 敌不过异地的现实,所以分开了 虽然再也没有联系过 但彼此还留着情侣头像 希望有哪一天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复合吧 那我也祝福你们就是有一天 如果你们的爱还是可以进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重新的走在一起 这一位叫做王佩诗 他说,我看过虽然只有仅仅几秒时间 但非常简单非常感动的画面 爸爸离开前的两天 当时我,妈妈还有大嫂在房间里面陪着爸爸 我们三个坐在地上聊天 之后妈妈到饭厅处理一些事情 并为无力 躺在床上的爸爸却抬头看着站在饭厅的妈妈 那个瞬间被我看到了 爸爸的眼神里面充满了爱 那个眼神告诉我 只要看到妈妈,他就非常安心 当时我开玩笑对大嫂说 到底是有多爱妈妈啊 这个只是几秒的画面 我依然深深的记得 因为真的让我很感动 两天后爸爸离开了 妈妈很伤心 我希望他们的爱多远都要在一起 及时换了个方式 可是祝他们情人间快乐 那我也跟你一起 祝福你的爸妈多远都要在一起 爱能克服远距离 如果大家也想要出一份力 捐款给Made and Kids曼丁儿童 帮助更多的小朋友的话呢 欢迎大家用微信 小描以下的这个QR Code 一起捐款,一起支持他们吧 谢谢